再来看看京华时报的一条消息 中消协是呼吁全国超50%的居民换掉所用的A级锁 咱们说的这个A级锁就是钥匙是平的 只有单面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个14锁和14锁等等 中消协是昨天发布消费警示称 防盗门的A级锁几十秒甚至几秒就能打开 呼吁消费者及时更换更安全的B级锁新 中消协曾经做过随机抽样调查 发现有超过50%的用户仍在使用这个A级锁 一些老旧小区用的大多都是这种锁新 中消协是指出这种锁具有 随着开锁技术的发展 安全性仍是不断下降 虽然有的防盗锁是设置了多层的回转圈数 以提高锁的安全性 但回转圈数再多 A级锁在窃贼手中依然是十几秒或者几十秒就能破解成功 中消协是表示 相对于A级锁B级防盗锁是更加安全 在实际测试中 B级防盗锁被破坏打开的时间 是远远高于国家标准 更是高于盗贼的犯罪心理承受时间 可以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财产及人身安全 中消协是指出 每到年末都是盗窃案件的高发期 特别是春节长假期间 很多消费者家中是长时间没有人 入室盗窃的风险更大 有条件的消费者应该将A级防盗锁 尽快地升级至B级防盗锁 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家防盗门所具的安全性 减少自家被盗窃的可能性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中国